詞曲 cloud.com 這樣子 容我稍微花一點時間 把這個背景說明一下 我想這十年來 疾病管局局在防疫四童作戰的 最高指導原則的理念之下 我們給民眾的印象是 權威、專業、民快果決 那也得到民眾普遍的信賴跟支持 那多年來疾病管制局的民調的支持度都在八成以上 這一點我非常謝謝全國民眾的支持 但是12月21日 劉曉弟弟不幸往生改變了一切 外界認為我們太沒有同理心 太過冰冷 連部分醫界專家也認為我們太過於股斷 太快撇清疫苗相關 甚至於懷疑我們一向視為第二生命的公開透明 懷疑疾管局為廠商背贖 那在這一股十年來從未有過的龐大的壓力之下 同時也為了避免惡度傷害家屬 我們選擇從戰如流 不再強勢的辯護 只求檢調施法或者獨立的受害救濟審議小組 那麼有一天會還給我們防疫人員一個公道 但是很可惜這兩個禮拜以來 或許是因為我們自己努力的不夠 事實證明我們的沉默跟轉變無濟於是 那外界呢 部分的媒體 部分的民嘴照樣的批判 那民眾的焦慮呢 也更加的嚴重 那疫苗的緩打已經快要變成停打 那這樣的情況 假設不再做改變的話 那勢必危及公共的利益 民眾的健康 因此呢 為了維護整體公眾的利益呢 我們在深切的檢討後 決定從今天開始 突破現有的這個框架 打破沉默呢 採取更主動 更明快 更透明的方式呢 來因應每一件H1N1接種不良的事件 即便呢 可能會傷害少數人的權益呢 也情非得已啦 我在這裡呢 只能夠說聲這個抱歉 那這個決定呢 今天早上呢 我已經向朱總指揮官 楊指揮官 跟張副指揮官呢 都報告過 也得到他們的這個支持 這才會不會讓我去保留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